不好意思,回到你了 這個就是哈錄了 今天就是 2023 年 4 月 12 日 要講一下當年今天 不好意思,剛才為什麼沒有聲音呢? 其實我自己關了咪高峰,忘記了 這是我自己的問題 無關任何人事,是我自己關了咪高峰,忘記了 因為現在是要自己人手關咪高峰 所以就沒有聲音了 說句不好意思,現在只剩下在線人數 我看得到的在線人數只剩下二十多人 哈哈哈哈 說句不好意思,這是我下錄 新系統是會有下錄的 昨晚我試的時候就沒有了 今天早上我做的時候就有了 這個說句很抱歉 那當年今天 第一件事就是 1961 年的今天 蘇聯成功成為世界上第一隻 就是載人飛船,東方一號 就是上太空 坐在這艘飛船裡面的 太空人就是嘉嘉林 飛船圍繞地球 飛行的時候 軌道近地點就是 169 公里 軟地點就是 315 公里 軌道周期就是 89.3 分鐘 而嘉嘉林就由發射 然後回到地球 弄了 108 分鐘 在東方一號載人飛船發射之前 蘇聯試過很多次 不載人的飛行試驗 在第三次飛行試驗的時候 飛船就載了兩隻狗 還有 50 隻老鼠 然後就是回來的 但是蘇聯的專家就發現 在飛船環繞地球飛行到第四個圈的時候 其中一隻狗就嚴重嘔吐 就決定第一次載人飛行的時候 就環繞地球一個圈回來的 那麼 嘉嘉林 當然是很勇敢的人 其實現在有些專家 就是訪問一些專家 當時的專家回憶 就是 那些人就問他 如果你當時有機會上太空 你會不會 上司一下就上太空呢? 你會不會有嘉嘉林的勇氣上太空呢? 那些專家就說 有些人是工程師 說我有份做這個飛船 所以知道就很危險 就是有些事情 我是不敢做的 如果嘉嘉林 他知道了那些危險性 可能他也未必敢上去 那麼 這是其中一個 接受訪問的人 曾經說過的事情 當然是我認為 就是很偉大的事情 蘇聯去試這個事情 那麼 這個 載人航天 其實蘇聯就搞了很久了 那麼 因為 這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 就在1942年 就 射了世界上第一顆的彈道導彈 那時候就叫做V-2型火箭 那 就是在V-2型火箭的基礎上面 就從事火箭和其他航天技術的研究工作 就是 美國也好 蘇聯也好 他們的科學家 其實有很多都是在納粹德國那裡抓回來的 那麼 那麼 那些技術呢 就帶了去蘇聯和美國 那麼 美國和前蘇聯其實最初的時候就搞了很多的導彈武器那些東西 那麼有了導彈武器系統呢 當然也累積了 這個運載火箭的經驗 那麼 也都建立了 和這些 就是運載火箭的工業 配套的工業設施 他們全部搞好了 那麼 在1957年的10月4日 蘇聯的 科學家就改裝了P-7洲際導彈 那麼他就將 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入太空 那麼大家可能也聽過就是Sputnik 那麼 當時美國是落後的 那麼載人航天也是蘇聯領先的 那麼 人類上太空其實 一定要有很多條件滿足得到的 第一件事就是 那個運載工具要夠力 就是送你上太空 你要離開地心吸靈 要上太空就是要離開地球 第二就是你要有一個 就是航天氣 或者叫做太空船 有不同的說法 其實你有太空船 你一定要可以載到人上去才行 那麼 第三件事就是要知道 在高空 太空飛行的環境 對人體的影響 以及你要找到一些防護措施 就是要穿太空衣 那麼 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 其實美國和蘇聯 都是投入很多去做這些事情的 那麼他們當然是 在50年代已經有 一個技術基礎去做載人航天 不過也要搞十一年 才是蘇聯把 第一個太空人放上太空 就是這樣 好了,也多謝 Garfield Liu 和Louisa Lo 你們的支持 說句不好意思,剛才真的 有點嚇人 因為我都看到 麥克風不穿的 最初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看看 然後才知道原來 麥克風的硬件是關掉了 這個再說一次,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些當然是 偉人的偉跡 不過當年今天也發生了幾件事情 在1945年的今天 羅斯福總統 這個其實是 歷史上 就是美國人認為 他是最偉大的總統 有些人認為他是最偉大的總統之一 有些人說 列根比他更偉大 因為列根就贏了冷戰 那麼 羅斯福總統 他的民望當然很厲害 那麼他是美國歷史上 就連任了世界總統的人 是唯一一個 那麼他 做了總統就十二年的 那麼 美國人很支持他 他其實還有是有殘疾的 就是羅斯福 就是羅斯福 那麼 羅斯福 他就是 在1945年的今天 就是小小的 那麼 就是 歷史上唯一一任 就是任期可以去到四屆的總統 四次當選做總統 就是除了打仗的因素之外 其實 他也是 有他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 對於 就是控制 或者 這個 導向這個公眾輿論 是很厲害的 還有就是他很懂得選擇時機 也都關心這個政治的細節 也都注意內部的派別之爭 當然是 你做美國總統就要有個人魅力 以及政治上要有技巧 那麼 羅斯福總統 就是在勝利的前夕 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那麼之後呢 就當然是 杜魯門 就 繼任了 那麼 杜魯門的做法就 很不同的 為什麼呢? 杜魯門他就 就是對蘇聯搞冷戰 那些 那麼 杜魯門那些我不說了 不過這個也是當年 今天的事情 就是 羅斯福 在當年今天死了 就是1945年的今天死了 然後杜魯門就 做了美國的第三十三任總統 這兩件事都是當年今天發生的 那 就是 除了這些事情 當年今天 在國內有沒有發生一些 就是重要的事情呢? 有 有 就是2017年 的今天 在2017年的今天 中國第一顆 高通量通訊衛星 就是這些是連接互聯網的衛星的 更加進階版本 這個實踐13號 就坐著這個長征3號月營運載火箭 就在這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順利升空 那麼 2017年那次的發射成功就開啟了 中國衛星的互聯網時代 實踐13號月營運載火箭 實踐13號的衛星 就可以實現 一件事叫做動中通 即是在動中的衛星 地面站通訊系統 移動中的衛星地面站通訊系統 這件事就是徹底改變 即是航空、航運、鐵路 這些交通工具乘客的上網體驗 這個實踐13號的衛星 就由中國航天科技公司 五院總研製 是中國第一顆高通量 電推進工程化應用的通訊衛星 亦都是東三B平台 全配置的首發衛星 所謂的東三B平台 就是中國研製的新一代 中等容量通訊衛星平台 結合了電子電推進 高效熱空 理尼子速電池 FDIR 這些先進的技術 當中電推進的比充 是常規化學推進劑的10倍以上 可以令到衛星攜帶更少的推進劑 因而提升了有效可在 10,00013號的星空 就肩負起中國第一次 在地球同步 軌道衛星上開展 對地的高速雷射通訊試驗的任務 衛星的載軌壽命就是15年 那麼衛星 這個衛星 實踐13號 就是第一次在中國衛星應用 這個KA 頻段 多波 多波速的 這個寬頻通訊系統 通訊總容量 就超過了20Gbps 可以令到 用戶端能夠快捷地接入網絡 最高的 下載和回傳的 速率 就達到150Mbps 以及12Mbps 真正意義上 實現了衛星通訊的寬頻應用 填補了中國在這個領域的空白 根據統計 中國每天坐飛機的乘客 疫情之前就超過120萬人 平均每天的鐵路乘客 就達到760萬人 但是乘客的上網體驗 都不太好 譬如在飛機機艙 就沒辦法上網 高鐵列車上 手機訊號又不穩定 出海的時候 又沒有訊號 實踐13號的衛星 採取了天地一體化的設計概念 其中一項重要的業務 就是提供高速動中通 通過多波速無縫 切換配合機載車載 或者船載終端 自動跟蹤部鑊有一個功能 就可以提升通訊的能力 改善乘客的上網體驗 實踐13號 還納入了中星的衛星系列 命名為中星16號衛星 這也是中國首次 將衛星技術試驗 和示範的應用結合的 說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就是當年今天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回來 我們會講其他話題 好,休息一會兒 很久不見 很久不見 在這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